上次我們跟大家分享了 iPhone 12 的使用心得 整理出了今年度四款 iPhone 所有共通的更新內容 還有升級的感覺 雖然說這四支手機全部都是建立在 iPhone 12 的基礎上 但每一支手機都還是有細微的差別 今天我們就來帶大家看看 我手上這支 iPhone 12 Pro 跟 iPhone 12 究竟有什麼樣的區別 拍照是否真的有比較厲害 還有我到底該不該多花 5,400 塊去買 iPhone 12 Pro 呢? 那我們就開始吧! 同樣的我們先從外觀說起 以整體的造型跟體積來說 iPhone 12 Pro 其實使用了跟 iPhone 12 一模一樣的造型 等於說這兩支手機的保護可能其實是可以通用的 這對家裡同時有 iPhone 12 還有 iPhone 12 Pro 的朋友來說也是非常的方便 現在終於可以互換手機殼了 背板的部分沿用了 iPhone 11 Pro 的霧面玻璃材質 並同樣使用了超容易沾指紋的不鏽鋼邊框設計 這次的手機雖然就是美到讓人想要裸機使用啦 但是蘋果拜託你 這邊框一定要設計得這麼吃指紋才行嗎? 你就不能讓整支手機都是霧面的嗎? 我自己是覺得鋁合金的邊框的手感真的比不鏽鋼還要好上非常多 雖然說不鏽鋼還比較有那種高級感 但鋁合金握起來的親膚感相對來說更滑順 也比較不會像不鏽鋼一樣吃油 我還真希望蘋果能加霧面玻璃背板 跟鋁合金的邊框結合在一起 那會是一支非常完美的手機 顏色的話呢 iPhone 12 Pro 有石墨色、銀色、金色、太平洋藍 四種較為低調的顏色 我們這次選的是太平洋藍 好跟 iPhone 12 的藍色可以做一個對比 雖然說我們上一部影片有說 iPhone 12 的藍並沒有像網路上說的那麼醜 但其實我個人是覺得 iPhone 12 Pro 的太平洋藍反而更耐看 更有那種蘋果的尊榮感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看呢 在底下留言跟我說說看吧 正面面板的部分跟 iPhone 12 一樣 使用了超-Rena SDR OLED 顯示器 然後它的亮度是比 iPhone 12 的 600 尼特還要高 達到了 800 尼特 使用的材質一樣是超耐帥的超磁金噸玻璃 我們在先前的影片也有給大家演示過了 它雖然耐帥,但真的不太耐刮 要怎麼保護呢? 今天就來跟大家推薦一款 來自 Hoda 的超級耐刮的藍寶石螢幕保護貼 首先將螢幕都先清理乾淨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安裝了 非常簡單 拿起他們這次附贈的貼模神器 將貼模神器對準你的手機 放上去之後,按照方向將氣泡推出去 接著把貼紙撕開 如果還有剩下一些細小氣泡 就可以用他們附贈的推板把它往外推 假如有灰塵的話 就用他們的貼紙直接將灰塵吸出來 這樣子就完成啦 自己動手貼也可以超級專業的 而且它使用的塗層也不容易沾指紋 你看它的那個水珠 全部都是直接在上面的跳動、流動 都完全不會沾附住 比 iPhone 本身的螢幕還要更不容易沾上油漬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這個藍寶石玻璃貼是否真的很厲害 我們先拿一支貼了一般保護貼的 iPhone 11 把它放在水泥地板上面摩擦 擦乾淨之後 可以看到這個保護貼上面已經充滿了刮痕 那我們換到 iPhone 12 Pro 看看 貼了藍寶石玻璃貼之後 我們把灰塵擦掉 完全看不到任何的刮痕了 假如你想要你的 iPhone 12 不要有任何的刮痕的話 就可以選這款Hoda 的藍寶石保護貼哦 好,讓我們回歸正題 iPhone 12 Pro 這次跟 iPhone 11 Pro 一樣使用了三顆鏡頭 分別是廣角、超廣角、還有望遠鏡頭 在規格上面 iPhone 12 Pro 跟 iPhone 12 相比 只多了望遠鏡頭一顆鏡頭 而廣角和超廣角則是完全的相同 我們也在上一部影片裡面有提到 在一般的情況下面 主鏡頭拍攝起來並不會有太明顯的差別 但我們這次將三支 iPhone 分別是 iPhone 12 iPhone 12 Pro 以及 iPhone 11 Pro 帶到了更極端的現場去使用了 用強烈的逆光去進行 HDR 的效果測試 在強烈逆光的對比下面 可以立刻明顯的感覺到 HDR 3 在 iPhone 12 系列的手機上的優勢 所有的暗部細節都變得非常銳利 也可以看到亮部的強光也有做柔化的效果 原本有的炫光全部都直接被平花掉了 而這個 HDR 3 的效果並不單只是在主鏡頭而已 在超廣角下 三支手機也可以看出明顯的對比 假如放到望遠鏡頭的話 那就更明顯了 iPhone 12 Pro 在暗處的細節變得非常鮮明 可以說是完全的打敗了 iPhone 11 Pro 也就是說在 iPhone 12 系列的手機上 逆光放在任何一個焦段上所拍出的 HDR 效果 都是明顯好過 iPhone 11 系列的 我們也透過這次的拍攝 順便測試了一下今年加入的夜間縮時影片功能 這也是本次 12 系列相比過去手機有感提升的部分 蘋果在夜間拍攝縮時的快門速度有明顯的把它調慢 讓車流的燈光能夠帶出光軌的效果 使得整個影片看起來更具有速度感 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單純將影片加速而已 也算是另一個非常顯著的提升 但這次無論是 HDR 或者是夜間縮時攝影 iPhone 12 都有這些功能 那 iPhone 12 Pro 跟 iPhone 12 的區別究竟在哪裡呢? 除了那顆我們都知道的望遠鏡頭之外 這次 iPhone 12 Pro 的焦點 更是著著在於它鏡頭下面的 LiDAR 感測器 蘋果這次用了 iPad Pro 上的 LiDAR 感測器放到了 iPhone 12 Pro 上 除了達到更好的 AR 效果之外 更主要的是為了讓 iPhone 12 Pro 有比 iPhone 12 更好的夜拍功能 透過 LiDAR 感測器 iPhone 12 Pro 可以在黑暗中有更快的對焦速度 在這裡放一段 iPhone 11 Pro 還有 iPhone 12 Pro 對焦速度的對比 大家可以明顯的看出來 iPhone 12 Pro 更快一些 假如我們使用 iPhone 12 跟 iPhone 12 Pro 比較的話 也能同樣看出相同的差異 除了加快它的對焦速度之外 因為它加了 LiDAR 感測器 讓 iPhone 12 Pro 能夠在夜晚的時候進入人像模式 不過要補充一下 人像模式必須要在一倍的焦段才能夠進行夜拍 如果你開啟到兩倍的話 鏡頭會沒有辦法進行夜拍 我們就直接放幾張對比圖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 LiDAR 的輔助 iPhone 12 Pro 在人像模式下面拍出來的照片 可以更清楚的做出背景的虛化處理 而 iPhone 12 如果你想要在低光源下面拍攝人像模式的話 就會跳出光線不足需要補光的說明文字 在樣張裡面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 人像模式夜拍能夠拍出非常優秀的散景處理 但在 iPhone 12 上人像模式就直接被自動關閉了 沒有辦法拍出景深的效果 當然啦 這次 Pro 的更新不單單只有在望遠鏡頭和夜拍兩個部分而已 蘋果未來會在 iPhone 12 Pro 系列的手機上 透過更新加入新的 ROID 格式 就是 Apple Pro ROID 的支援 並會加強手機內建修圖的更多細節功能 這部分等 iOS 推出更新之後 我們有機會會再拍影片跟大家說一下 最後另一個我們比較沒有辦法直接呈現給大家看的 是 4K 60 幀的 Dolby Vision 的影片錄製 iPhone 12 系列全部都可以拍攝 Dolby Vision 的影片 不過 Pro 系列能夠拍攝的是畫面更滑順的 60 幀影格 一般的 12 跟 12 mini 只能夠拍攝 30 幀影格 但就如我上部影片說的 這些格式全部都必須要你有相對應的顯示器 播放裝置還有軟體解碼 才能夠播出原始的效果 所以說對於一般人講這個功能真的不算是日常會被用到的功能 從我們剛剛跟各位說的這些功能看下來 除了 LiDAR 可以協助你在夜間拍攝人像 還有更快速的對焦之外 Apple Pro ROID Dolby Vision 4K 60 幀 這些功能認真講一般人真的不太會用到 除非你是屬於 Pro 級那方面的玩家 才會真的感受到有明顯的升級 這也是我之前在發表會的時候說 這次真的感覺到真的 Pro 了 也就是說假如你對於拍攝的每一張照片要求非常高 也了解什麼是弱檔 對修圖軟體非常上手 那直接選擇 iPhone 12 Pro 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單純是為了外型 或者是這顆望遠鏡頭想要多花5400元去升級買 Pro 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必要啦 第一是通常我們拿到手機之後就直接把殼裝上去 等於說你的外觀就直接被遮擋住了 再來就是 其實一般來講 超廣角的使用度還是高過於望遠鏡頭的 我用了 iPhone 11 Pro Max 一整年下來 望遠鏡頭用到的次數真的是少之又少 所以老話一句 除非你對於專業攝影的需求非常高 不然的話沒有太大的必要升級到 iPhone 12 Pro 選 iPhone 12 就夠了 另外剛好這次蘋果取消了附贈有線耳機 iPhone 12 比 iPhone 12 Pro 便宜了 5400元 省下的錢剛好可以讓你去買一隻 AirPods 運氣好的話你甚至可以撿到便宜的 AirPods Pro 如果你已經有了 AirPods 加一點錢去購買 Apple Care Plus 你還可以開開心心的裸機用兩年 豈不是更好 但話說回來 如果你對於攝影的需求比較高 需要有更多更強大更好的拍攝能力的話 我建議你是等到 11 月開賣的 iPhone 12 Pro Max 在下手 有更大的感光元件 更好的夜拍能力 更穩定的影片錄製效果 各種層面來看都好過於現在的這支 iPhone 12 Pro 我們也會在正式開賣之後 為大家帶來 iPhone 12 Pro Max 的體驗心得 提供給大家更有深度的分析 好,那這就是本次 iPhone 12 Pro 的介紹 如果你想要看到未來 iPhone 12 Pro Max 還有 iPhone 12 mini 的介紹影片呢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開啟鈴鐺鈕來取得第一時間的更新 這裡是 AppleFans 我們下部影片見